宝林查试案新增一例通报 在厨师首部检体验出了米销聚酸 赖小请往国防部听取机密简报 并首次的市岛恒山指挥所 自尽地点杯世界杯 台湾水手获得17斤 15营走同破三项世界纪录 伊朗诸斯利亚领事馆 以斯本以色列空袭 有7位官兵死亡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4月2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我是曹燕俊 今天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 宝林查试的食物中毒案件 在今天是新增一例的通报 累计有30例 而且调查进度是有了重大进展 天纳法医所对于北市卫生局所送验的环境 还有生物检体当中 在代班的越南厨师首部检体是验出到了米销 菌酸 这也是首度取得了直接证据 而致病的米销菌酸就是在宝林A13分店厨房 不过法医所是强调 厨师的手指是个媒介 问题还是在食材上 那至于是哪一个食材的问题 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保林查试食物中毒案有最新进展 台大法医研究所接获台北市卫生局提供 3月24号采集的剩余检体 包括厨师首部 砧板菜刀与水果刀等 台大法医所表示 虽然过去曾在中毒个案体内 检出米销菌酸 但都属于间接证据 如今在厨师首部检体验出 算是首度取得直接证据 而厨师的手指示媒介 问题还是出在食材上 至于是哪个食材出问题 还需检掉进一步厘清 不过外界也质疑 为何保林厨师首部 接触到米销菌酸 人却没有事 而且事发这么多天 首部检体还验得到 对此有毒物专家表示 医界对于米销菌酸的了解不多 他能在环境中存活多久 还是个谜 建议民众饭前用肥皂洗手 才是去除病毒及细菌 最好方法 专家推测厨师本人可能也中毒 建议抽血确认 并扩大裁检厨房其他环境 而卫福部在三月三十号 也配合检警前往越南及代班厨师家中 采检十四处 希望进入确认有无唐昌浦伯克 试菌存在 检验结果最快四月中旬出炉 记者 老实名 蒋龙翔中建刚 台报道 除了保林茶室案件之外 在新北市新庄的仪品饭店 也传出了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巨城市公司 上天起举行了 有两千两百人参加的春酒 结果是有六十二人 肝胃道不是 其中九人送医 而目前症状已经有缓解 在案发之后 新北市府是禁止了查核 采样 并要求暂停营业 仪品的母公司 元朗集团回应 当天有客人是 攜帶了外食 对于造成不适的原因 还有待厘清 饭店内没有灯火 因为宴会厅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案 被勒令暂时停业 继保林茶室案后 新庄的仪品饭店 二号也传出这起疑似食物中毒案 去城市公司 三月二十六号二十七号 在仪品举办 约两千两百人的春酒 结果有六十二人 残胃道不是 其中九人就医 目前症状皆已缓解 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 市府获报后 第一时间派员击查 要求业者从一号下午开始 暂停营业 对此仪品母公司 云朗集团表示 积极配合卫生局调查 也强调当天有客人 携带外食 对造成不适原因 有待厘清 如果是宴会厅餐饮 造成身体不适 一定负全责 也强调提供冰块 海鲜拼盘作为检体 提供查验 卫生局机场 当天针对于春酒菜当中 工艺的海鲜盆 以及自制冰块 等高风险的餐点 以及食材 进行抽验 检验卫生标准 区城市则发出声明 强调案发后 第一时间启动内部调查 协助支部就医费用 提供慰问金 会持续关注调查进度 维护同仁健康权益 而卫生局强调 等到疑品改善完成 提出改善报告书 经审查通过 以及环境卫生复查合格 才能恢复营业 而检验结果预计两周后出炉 记者陈阿新 张敏儒 朋友主新北市报道 两岸情势严峻 准总统赖清德 在今天是和准副总统 萧美琴 前往国防部听取了机密简报 同时也创下先例 以准总统的身份 进入到恒山指挥所 除此之外 传出了前海委会主委 李仲威是运会人员 也是在场唯一的民间人士 接任国防部长的呼声很高 宪兵在大门口待命 准总统赖清德的车队 下午两点多抵达国防部 车身巧妙地挡住下车人员 几乎看不到随行人士 到时原副总统萧美琴的车队 早一步抵达 两人这趟墓地 就是到国防部 听取机密简报 了解台美军购 重大建军进度 尤其赖清德还创下准总统的先例 跟蔡英文不同之处 赖清德在还没有公布格魁人选 就以准总统的身份进到国防部 听取机密简报 并打破惯例 以第一位准总统的身份 进到恒山指挥所试倒 赖清德听完简报后 大批车队开往俗称山洞 负责掌握敌情的恒山指挥所 外界解读 国防部提前让赖清德了解两岸情势 国军能充分掌握共军动态 此外传出与会人员 包含前海委会主委李仲威 国防部长接任人选的呼声不小 学者分析 赖清德的国防外交人士安排 美方也高度关注 参访和翔公司 涉岛高叫机产线 赖清德了解国机国造的运作现况 强调国防与经济是支撑 台湾的两大支柱 上任后会持续推动产业发展 在五二零上任之前 我必须善用时间 一方面掌握国防 国安外交跟两岸的各项事务 那另外我必须要跟各 台湾的各大产业 能够座谈听大家的声音 两岸情势严峻 国防部二号增货共接六架次 其中约海峡中线两架次 共建七艘次绕台 此外中共三号将发射火箭 朝西太平洋方向飞行 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 国军会严密监控 记者黄子杰 陈昌伟台北报导 金门二胆索备队在三月二十九号 执行运捕现在的时候 被中国无人机全都录 不过官兵没有及时的应处作为 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表太要究责 金防部今天表示 筹备区域已经是全面的加强隐蔽 掩蔽措施 会持续要求官兵 必须要提高坚真警觉 并适成失职人员 今天还有中国的网民是上传了 自称是四月一号 以无人机拍摄的二胆岛画面 内容可以看到战车停放的位置 还有相关设施 对此金防部是回应 有注意到相关的讯息 但这个是四月一号拍摄的 还是三月二十九号的拍摄后续 还有待查证 金防部是强调 空拍机在视距范围之外的高空摄影 是属于灰色地带侵扰行为 会视威胁程度来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 前总统马英九率团访中 今天是参访了中国的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也参访了孙中山的故居 再提两岸避免战争 共创和平繁荣 不过马英九昨天晚间和宋涛会面的时候 谈到九二共事让两岸不会打仗 在国内是引发了讨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认为 应该再寻求其他的方法 而民进党立委是表示 台海还有印太局势不稳定 主因都是中国 请总统马英九参访中国电动车龙头 比亚迪总部 访终第二天 郭台湾主任宋涛全程陪同 两人问答互动频繁 马英九也关切 中国如何协助电动车发展 不只适程电动车 也观看比亚迪车款 原地360度旋转的特殊技术 随后前往孙中山故居 向孙中山进建花篮 马英九也在此宣读感言 强调孙中山对两岸影响很大 重申两岸合作必展 马英九此行也参访港珠澳大桥 不过马英九一号与宋涛会面时 提到两岸显浓于水 九二共事让两岸不会打仗 这番言论在国内也掀起讨论 但是也不能说只有九二共事 才是两岸不打仗的方法 这个总是要寻求方法吧 一定会是两岸一家亲 一定马英九会去强调九二共事 但是在整个印太地区 就台海里面 这紧张的关系就是谁造成的 就是中国造成的 民间大力委无事要批评 中方从街机层级到村位 对马英九降格矮化 还参访被国际列入 黑名单的大江无人机 成为中国统战工具 不过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续成也回应 马英九真的努力拼和平 希望绿营利鬼憋属后腿 记者小朋友综合报表 又传出有偷渡客企图来台 看麦龙及载货轮 接西号的船长和船员冬武人 为了蒙取暴力 上个月二十二号是从高松港 出发到中国沿海海域 接驳了十五名越南籍偷渡客 在三十号抵达台湾西南海域 被接获情资的海巡人员 兰查带回 而船长等五人也被检察官 向法院声揚觐件获准 海巡人员拦下货轮并登船查看 进到船舱后就发现有越南偷渡客 躲在里面 这艘克麦龙急砸货轮 结西号的蔡信船长跟轮机长 船员共五人 为谋取暴力揭驳十五名越南籍偷渡客来台 据了解 杰西号三月二十二号 从高雄港出海 十七号深夜来到中国福建省沿海海域 接到搭船在此等待的越南籍偷渡客后 三十号傍晚回到台湾西南海域 企图上岸 被早已接获情资的海巡 逮个阵着 以防万一海巡人员带着征搜犬全面搜索货轮 十三男两女的越南籍偷渡客被带上岸后交由移民署处置 蔡信船长等五人则依违反出入国籍移民法移送递检署 本月一号有检察官向法院伸压觐见获准 记者陈焕与徐贞郡高雄报道 不少民众近期是在社群的限动上看到有社服团体发起了抽奖等活动 但是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这包含了伊甸还有副员会等机构都是被冒名行骗了 累计有收到超过五百笔一百八十八元的捐款 不法组织是经由这种手法来取信于被害人 汇款到了真实的机构之后再进一步行骗 有民众是依照指示借了七十五万的信贷 又会给诈骗集团受害 不少社服团体陆续在官网脸书粉专寄出紧急讯息 提醒民众别上当 因为最近机构都收到大量不明捐款 金额好巧不巧都是188 原本还有些疑惑 但民众的询问电话打来后 让他们惊觉成了诈骗集团的替嘴羊 原来部罚组织用社服团体做幌子 在IG发现洞办抽奖 一边提供机构真实账号 一边又说汇款错误 或是重投奖必须先付手续费等说辞 要求被害人加赖致电恰克福 甚至还有人照指示借信贷75万 接电会了35万给诈骗集团账户后 才发现不对劲 报警的部分是用妨碍名誉 就信用诈欺的部分 因为他利用我们机构的名义账户 来进行这种诈骗 那也有民众会打电话来说要退费 那要退费我们基本上 就退是没有问题 要求民众加入假冒客服的LINEID账号 进一步要求你提供更多的个知 或是账户资料 那这就是诈骗 家界社府知名型诈骗之实 包含附勇会 以典基金会 台湾认知功能促进协会 都被冒名行骗 总计汇款数超过500笔 其中又有多少被犯罪集团 进一步诈骗 警方也列为后续追查重点 记者陈冠逊成立峰台北报导 有一些民众喜欢吃鸭血 不过超级会的罪行调查 利用了DNA来检验市售的鸭血产品 结果是发现到 有高达七成的鸭血 是含有鸡血成分的 而且标识上指印上了鸭血 等于在标识不够清楚的情况下 消费者从外观也很难判断出 鸭血是不是有加入到 其他的禽类的血液 有违反食安法之余 国人爱吃火锅而且口感有如果冻的鸭血 更是不少民众必加的食材 但消息会在去年十月及十二月间 各在市场卖场等场所 购买15件标榜为鸭血的产品 并委托实验室进行两次的检验 结果发现30件样品中 有超过七成样品含有鸡血的成分 消息会表示相较于鸡汁 国内的鸭子数量比较少 因此鸭血量不足供应市场所需 目前在一般市面上所看到的鸭血 大多是由鸡鸭额等勤血混合制作 但多数仅标示鸭血 会让民众误导以及有标识不实的疑虑 而且从外观上消费者也很难判断鸭血 是否加入其他禽类的血液 消息会也提醒市售调味加工过的 麻辣鸭血等产品除了有的掺杂鸭血外 那含量还非常的高 如果将一整包的麻辣鸭血都吃完 就会吃入一千八百五十七到四千毫克的 那远远超过卫福部建议的两千四百毫克 建议民众除了要注意食用的分量 购买前一定也要注意成分标示才能吃得安心 记者委员庄志诚推报道 肠病毒一起升温 机关署室公布了今年第一例的肠病毒重症个案 是在南部有一名七个月大的小女婴 她收治加护病房确诊室肠病毒克沙奇A10型 经过治疗已经出院返家 经常资料显示 上个星期全台的肠病毒每诊急诊就诊 有六千七百三十二人次 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 警官署提醒 五岁以下的婴幼儿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 而且重症的病程发展很快速 如果确诊的话 要观察是不是有重症的病征 今天是零四零二台铁太鲁阁号事故的三周年 太铁公司在事故现场举办了音乐追思会 而行进列车是鸣底表达哀悼 至于零难者家属对于事件过后的台铁改革 还有肇事包商李逸祥 以及外籍移工的判决结果是看法两极 时间是上午九点二十八分四十五秒 一辆开往花莲的一元又三千 薪资强号行进太鲁阁号事故现场 除了隧道口铭笛三十秒放慢速度通过 现场家属与交通部官员现况之一 心里的痛还是无法抹去 只要到了这个时候 其实家属们其实心里就是思念亲人 其实那个痛是永远会存在的 虽然事故已过三年 但家属内心的煎熬没有停过 对肇事包商李逸祥的一审判刑 感到无奈 更对外籍移工 华文豪被判无罪难以接受 交通部长王国财和台铁公司董事长杜薇 也到场致意强调零四零二泰鲁阁号的事故 是对台铁改革的重要关键 希望我们台铁必须把这个教训当作我们安全 改革的一个动力 包括交通部我们也会这个潜力 对台铁安全改革 现场最后以约会方式表达对罹难者的追思 亲友也在小卡片上写下思念 一场人为疏忽的公安意外带走四十九条人命 家属的心不知何时才能贫富 记者文家凯 观众报道 一来宁检署一名前检察官吴志成 过去的研磨作为是持续引发争议 先前是被监察院弹劾 认定他多次违法签击案件 甚至是不传被告直接起诉 监承见法院审理之后 认为其中的毒品及仓炮案 他的办案是罔顾了眷内实证 打算签击案件有惩戒必要 判他是罚奉六个月 全案还可上诉 曾经侦办假民酒案 月上新闻版面 证明宜兰地检署前检察官吴志成 在法界有资深情力 过往的侦查作为 却屡屡引发争议 更被监察院抬合 认定多次违法签击案件 甚至不传被告直接起诉 也高达一百零一件 经惩戒法院审理后 只有两案认为有惩截必要 日号判决罚封六个月 吴志成办案状况多 何一廷指出包含一起毒品案 警方查扣安非他命 被告妻子坦承丈夫涉毒 吴志成却说未发现有犯罪嫌疑 还有一起枪袍案 已有被告持枪恐吓画面 现场也踩到弹壳 但他认为没有继续侦查必要 就算上级要求详查 两案都打算直接签结 致电吴志成未能取得回应 但他问题不断 曾任外情检查官时 也发生相验找不到人 还被发现办案正确率 比全国平均值低 在退休之前 已经连续三年 考基平等 职务评定都未打良好 他提起三个行政诉讼 争取处分逆转 吞了一个败诉定业其他胜利中 近年司法官出报不少 像是北监检察官成立如 下班返家出车祸 涉嫌向女歧视言语性骚扰 也被重建法院判罚奉 民间司改会表示 即使有评鉴淘汰制度 但相关机关没落实 太厨不适任司法官 记者 陈关勋张志佳台北报道 三月三十一号当天 因为是有封面通过 所以中部山区是下起了冰雹 在东市还有和平区 有多处的果园受损严重 包含离子煤 还有桃子都是传出了灾情 农民就担心了 这个会影响到收成 农粮署表示 目前是在确认统计受损范围 如果是有达到天然灾害 救助标准的话会依法提供现金救助 农民来到果原心疼又无奈 仔细看看果树 不仅叶子缺损 才刚结的小果也都是伤痕累累 东市地区的高阶梨果农说 最近正是高阶梨 从开花期转到幼果期的时候 原本以为天候稳定 收成也相当可惜 但去在三月三十一号 遇上封面夹带大雨和冰雹 剧烈天后让农民措手不及 有的高阶梨幼果 还没有来得及套袋就损伤 东市的农民估计损失大约在三成 而和平区的甘露梨也有受到影响 损失还在估计中 社府表示截至二号 东市地区已经有两百四十三公顷受害 农粮署表示 目前正在统计受损范围 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将提供现金救助 也会引致相关套袋的捕捉 以及剧烈天后应应措施 也提醒受损农民 尽速向各公所来反应 记得林健身王龙涛台中报道 近日被世界杯锦标赛 三月底是在美国奥安多落幕了 台湾有十一位选手出赛 包困了十七金十五银和九铜 打破了三项世界纪录 每个人都站上了一般奖牌 表现亮眼 其中洛翠的杜明浩 是这一次年纪最小的选手 他获得了四金一银 还包含了两项世界纪录 眼尖都还来不及扎 杜明浩二点一七四秒完成 三三三竞技叠杯拿下金牌 个人三六三高度专注且快速利落 二点六四七秒刷新世界纪录 面对最难的cycle前两次表现不佳 来到最后一次机会 七点一亿五秒刷新自己创下的世界纪录 杜明浩开心和队友集长就连裁判也站起来 集长喝彩 此次世界杯锦标赛四金一银 完整收集六岁以下组三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十七岁的陈柏瑜在个人三三三及三六三都拿下自己岁数组的冠军 且破台湾记录和十八岁的卢茜瑜挑战双人cycle十八岁以下组别夺冠 因成绩为全场前三强登上不分零大挑战舞台再拿下继军 此行六金一银四桶是十一位台湾选手里含金量最高的选手 协会指出原本担心时差影响表现 没想到拿下十七金十五银九桶 且十一位选手都有金牌 有赖多年来的养成与推广 而虽然竞技碟杯非亚奥运项目 选手得自筹出国费用 但比一次国际赛无论成绩如何 实力自然会上升 记者林小慧 陈柏玉台北报道 中东局势升温 伊朗驻士利亚首都的领事馆 在一号一次是被以色列空袭 至少是有七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其中也包含了三位高阶的军官 伊朗和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针 主党就扬言了会对以色列展开报复 而长期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有责任 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领事馆 一号遭到空袭过后还冒出震刃浓烟 差一点就波及到隔壁的伊朗大使馆 在空袭中丧命的有七名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 伊朗驻士利亚大使指控 使馆周边建筑遭以色列F35战机 发射的六枚导弹击中 完全违反国际法 伊朗绝对会做出回应 这次丧命的伊朗革命卫队成员 包括最高指挥官扎赫迪 与资深指挥官拉西米等人 扎赫迪曾负责暗杀以色列的行动 也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二零二零年下令空袭伊拉克巴格达 炸死伊朗革命卫队苏兰曼尼将军后 离难层级最高的伊朗革命卫队高官 不怕是德海兰当局扬言要对以色列 做出惩罚和报复 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珍珠党 邀以色列付出代价 就连长期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也难逃责任 尽管以色列没正面评论 但四位不具名的以色列官员 向纽约时报透露 以色列确实执行了空袭行动 以色列发言人也强调 炸毁的不是领事馆 而是未让成名宅的伊朗圣城军的军事据点 伊朗国内民众已完全无法压制内心的怒火 分析家指出以哈冲突爆发后 以色列加强对伊朗的盟友 包括黎巴嫩与叙利亚的攻击 目的就是想测试这些反以阵线的决心与底线 而伊朗面对这次的空袭事件 将会很快做出回应 当中最可能就是攻击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 公众新闻就很请别人一页 芬兰发生了校园枪警案件 首都霍尔辛基的万塔市 有一间学校出现一名十二岁的枪手朝同学开枪 导致有三名学生受伤 而目前伤者也已经送医治疗 这间学校有八百位一到九年级的学生 还有九十位教职员工 警方是在上午九点左右接获了报案 随后是全副武装的出动 封锁校园并逮捕了枪手 而因为打猎还有打法 是芬兰很常见的活动 全国大概是有四十三万人 有枪支的使用执照 不过在2000年代呢 曾经是发生了多起校园枪击案件 造成了二十人死亡 所以政府是提高了枪支的使用扭领 而今天这起枪击案件 也让芬兰的枪支政策是再次受到关注 命述第一位女总统伯罗阿尔特 爆发了劳力士们的贪腐疑云 引发了六名部长去职 其中一位呢还是主管了执行 突袭搜索任务国家警察的内政部长 伯罗阿尔特在2022年就任到现在 民调支持率是一路的下滑 现在只剩下百分之九 他日前就回应表示是坚持清白 没有违法 也强调会坐满四年任期 并主持了新内阁成员的就职仪式 秘鲁新闻媒体三月中揭露 总统伯罗阿尔特拥有好几只 价值不菲的劳力士名表 四十名检警三十号浩浩荡荡的 以破门而入的方式 进入他的住家突袭搜索 结果找出了至少一支 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劳力士表 以及包括五万美元卡地亚项链 在内的主宝收藏 全部都没有正式申报 凭总统四千三百美元的月薪 波罗阿尔特怎么有能力 摆得起这些奢侈品 引起了各界的质疑 波罗阿尔特当天召开记者会 称那些贵重物品 是他辛苦工作得来的 还强调一定会坐满四年任期 不会提前走人 也不会提前举行国会大选 劳力士们贪腐仪云 引爆了内政部长 妇女部长等六名内阁官员请辞 波罗阿尔特也随机找人地步 并在一号举行新部长的就职仪式 秘鲁首位女总统波罗阿尔特 是前总统卡斯提洛的副手 在他被捕后解体上位 上台以来民调支持率开低走低 早在劳力士们贪腐 引爆发前 民调显示有高达八成的选民 希望他下台 现在支持率甚至跌到 只剩百分之九 不过就算他因为有劳力士案 被起诉 按照秘鲁宪法的规定 也必须等到二零二六年七月任期 结束后 或是他被弹劾下台 才能够开始进行司法审判 恭喜新闻王汶编译 素食业长期被视为 是第一星工作代表 不过美国加州 有大型的连锁素食店 是从四月份开始 每小时的最低工资 从十六块美元 调升到二十美元 值合台币是超过六百元 虽然说这看起来很高 但是在高物价的加州 只能够算是反映现实 还有一些加盟业者 对于人事成本的暴增 是高喊说撑不下去 美国加州连锁素食产业 雇佣的五十万劳工大军 四月起效纳加薪 每个小时最低工资 增加为二十美元 和台币超过六百 是全美最高 因为加州物价生活费 出了名的贵 而这份工作是许多成年人 养家活口主要的收入来源 加州议会去年通过调涨 时薪的AB1228法案 保障他们的生活 一号正式上路 里头业者却是忧心忡忡 因为薪资成本就要大幅增加 势必得涨价弥补 却可能流失更多客人 在加州加盟十家分店的人气肉桂 卷业者强森 已经想要放弃 新法适用于在全美拥有六十间以上店面 现点现吃或者外带 没有桌边服务的连锁快餐 在地小规模素食业者 不包括在内 加州的最低时薪过去十年 已经倍增到十六美元 如今连锁素食业再上修 会不会造成失业潮备受关注 但工会与部分专家指出 产业获利很高 完全足以吸收工资的上涨 公事新闻是会中编译 香港立法会在三月份通过了 基本法二十三条 进一步的打压自由和人权 这也让许多的独立书店 无法承受政府找查 陆续在三月底结束营业 光是在三月三十一号决一天 至少是有十间店关门 而在过此一个月 也有上百间店是被迫关门 这和港府声称 国安法上误之后 香港会更加繁荣的说法 是截然不同 书店人潮络绎不绝 许多人带着相机来拍照留念 这家位在香港上环的知名独立书店 建山书店 三月三十一号是最后营业日 有书迷特地来买书 送别充满回忆的独立书店 建山书店去年十二月宣布 因为书店一直遭到神秘人投诉 每周都会收到港府各部门的警告信 才会决定洗灯 书店前门上方用黑红白三色瓷砖 拼出思想不怕子弹 倒出许多人内心的想法 却也让独立书店成为港府打压的目标 尤其香港立法会今年三月 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 并已生效 更进一步打压自由与人权 尽管港府声称国安法上路 香港会更加繁荣 但事实却截然不同 光是三十一号这一天 就有至少时间店铺洗灯 前立法会议员吴矮仪指出 政治手段无法禁锢人的心灵自由 疫情后香港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移民潮港人消费模式改变 与疫后租金上涨等因素 让香港数百间店在过去一个月 无奈结束营业 其中又以餐饮和零售业最严重 不只传统小店撑不下去 甚至知名连锁集团 都被迫缩减营业规模 让香港经济前景堪忧 公司新闻这位人编译 罕见天文景象日全时 将会在八号出现 那时候在北美洲 会有很多的地区 都能够亲眼目睹 而美国NASA也预计 是要在日全时的这一段期间 执行计划 向阴暗处发射三枚探空火箭 来观察日时 对于地球电离层 会造成哪一些影响 NASA太空人 轮番讲解要如何观看日全时 因为北美洲 4月8号会有很多地区 有机会看见罕见的 日全时天文景象 不只民众很期待 NASA也将趁这次机会 执行日时路径 周围大气扰动计划 向日时阴暗处 发射三枚探空火箭 电离层是大气层被太阳射线电离的部分 也是影响无线电波传播的重要关键 但科学界对于日时这一种短暂黑暗时刻 会对地球电离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理解还不够 所以这一回三枚探空火箭 预计会在日时的高峰期 还有前后的45分钟发射 要利用这四分多钟的黑暗 获得更多资讯 除了火箭之外 美国各地的科研团队也将会以高空气球 地面雷达等方式投入 同步来进行观测 把握搜集关键数据的好时机 因为以美国来看 下一回的日全时 还要等到2040年 记者曹燕均借正林 综合报导 在民国六十年代以前 台湾的新南部的淡水环境 和很常见的赤福游蛇 近五十年以来是因为漆地消失 还有农药污染等因素 在新竹以南可以说是消失殆尽 全台可能剩不到五百只 林燕鼠就正式公告 提升了保育等级 改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 和台湾黑熊 还有石虎同等级 背部棕黑色 腹部级身侧橘红色 搭配黑色条纹 它就是赤福游蛇 民国六十年代前 在西半部淡水环境很常见 不过林燕鼠九十八年起 委托调查发现新竹以南族群 早已消失殆尽 北部残存族群也岌岌可为 因此决定要提升它的保育等级 目前赤福游蛇的野生族群 是第五级局限分布 数量也是非常稀少 所面临的威胁则是十年内 漆地丧失大于75% 因此将其从珍贵稀有改列 濒临绝种 与台湾黑熊石虎等级一样 市上林燕保育署 从去年开始积极抢救 救到的蛇都送往台北市立动物园 在阳明山的水浴田 还有机会看到赤福游蛇身影 林燕保育署也推动生态服务给付 由政府提供生态薪水 给协助保育的农民与在地居民 农地面积在0.01公顷以上 维持蓄水 不用除草剂农药 每人每公请最高核发三万元 目前包括北市北投区 胡田里 桃园龙潭都有实施 记者林静媒吴家宝台北报道 台市大教育智库和国科会团队 公布了台湾幼儿的睡眠状况 之后发现一到三岁幼儿 严重睡眠不足的比例 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倍增 超过十点之后睡觉的比例呢 大概是五成 有三到四成没有好的睡眠品质 有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越长的话 睡眠品质会越差 台湾一到三岁的幼儿 有睡饱睡好吗 台市大教育智库 根据卫福部建议 因幼儿需睡十一到十四小时 最低标准十一小时 去比对家长问卷 共五千五百零二位 幼儿的资料发现 严重睡眠不足的幼儿 一岁有三趴 两岁五趴 三岁十一点八趴 这些睡不足十一个小时的幼儿 晚上十点后才睡的比例偏高 三岁大时比例快到四分之三 根据家长观察的分析则显示 三到四成的幼儿没有好的睡眠品质 但随着年龄增长 睡品不佳的比例微幅降低 当家长提供越多元的学习环境 孩子睡眠品质越好 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越长 睡眠品质越差 幼儿没睡饱睡好 会对认知身心理带来负面影响 计划主持人张建如教授建议家长 不应让幼儿超过晚上十点睡觉 提供多元学习环境 并减少电子产品使用 政策上建议卫福部在儿童手册 增加婴幼儿睡眠与记录等资讯 教育部能将幼儿睡眠议题 纳入教保人员 家庭教育推展人员的研习 记忍小慧陈柏玉台北报导 台中用物名声帐朋友 周梦假期是搭车前往高松玩 事先是利用了订房网站 来预定无障碍房间 结果入住之后 想要在房间里面 为电动辅具充电 却被拒绝 让他们觉得不受尊重 同时也质疑 说无障碍房间 连行动自如都设限 不符合相关规范 那此业者回应表示 拒绝对方是因为一次在房间 充电了五辆电动辅具的话 可能会有安全疑虑 所以是有提供专区 搭配专人协助回房的服务 但是被拒绝 包括林小姐在内 五位身上朋友 上周末入住饭店 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到 二楼的四人房 无障碍房间 还有另一间双人房 几个小时后 一行人去退房离开 因为他们认为这间饭店 对身心障碍者不友善 恐有涉及歧视 控诉业者不让电动车 再走到使用 也不让他们在房间 帮电动辅具充电 林小姐说法律规范的 无障碍房间 应该是让身上朋友 行动自如 不能在房间内充电 等同让他们难以自由进出 对我们来讲 我们考虑到的 真的只有安全疑虑的问题 因为我们怕 他充电的时候 万一有什么问题 那他们五位都是肾脏人士 他们讲说 我们饭店本身 我们有轮椅 可以协助他们 一指强调绝对没有对身上朋友 不友善 饭店一楼车道 车库厕所 还设有身上朋友专区 无障碍房间设置 几十年来 也接待过不少国外 身上朋友 绝对符合相关规范 只是在房间内充电问题 真的有安全疑虑 无法放行 让消费者感到不舒服 饭店相当抱歉 消防官则表示 已接获当事人申诉 以请观光局介入了解 记者王庭 陈显昆高雄报道 高雄滑下路 和新庄一路的附近路段 近三年是因为人型环境 改善冷工程 不断的开挖道路 好不容易在二月初 人型倒是完工了 结果昨天又再度的开挖 让里长还有居民都很不满 说市府没有整合工程 市府回应表示 出现于年度预算的编列 所以工程必须要分段施工 又因为开挖的范围不同 才无法同时进行 会赶工来降低影响性 路口地面被挖出长沟 一旁还有施工机具 高雄左营滑下路的人型环境 改善工程 今年二月初刚完工 没想到不到两个月 一号滑下路跟新庄一路路口 再度开挖 二号回到现场瓦斯业者忙着迁移管线 以立后续施工 排水工程预计八月底完工 虽是要解决淹水 但因公务局水利局先后陆续施工 近三年该路口及周边道路 不断开挖 也引发里长及居民不满 水利局向里长及附近大楼主委 说明施工齐程 但居民不解施工为何不能整合一次做完 水利局说明是受限年度经费分配等问题 公务局也解释道路开挖前会确认 其他局处是否有施工需求 但因公务局施工时 水利局还没编列灾修工程经费 加上管道开挖范围有所不同 才无法同时进行 水利局表示会加速赶工 让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记者陈浣 徐振郡高雄报道 故宫这去年首度推出了 沉浸市数位特展 获得了国际奖项 还有各界好评之后 今年是再次推出沉浸故宫 2.0版的数位特展 利用投影 互动科技 还有沉浸市剧场等技术 把万货松丰等三件镇馆之宝 以及民众非常喜欢的翠鱼白菜 还有肉行石等文物 用科技方式带来了全新呈现 在溪流 崇明生的搭配下 进入到展场布景 仿佛置身在山林之间 这是万货松丰图的立体化呈现 而同样是故宫镇馆国宝的 西山行律图 则是利用了机械装置和动态投影 把整幅化结构成各种细节 这些都是故宫北院最近推出的沉浸故宫 数位展内容 平常摸不到的翠鱼白菜 还有肉行石等文物 现在只要拿起小方块随意转动 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清楚 而停在定点还会有相关解说 整场间还使用到8K摄影机 多角度拍摄六件文物 让民众可以好好欣赏文物的细节 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印象派 这些大师的作品 其实在各美术馆里面 都一一的把它做成沉浸 在里面去欣赏艺术之美 往往里面以前在看文物 就是看到它的表面 事实上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 数位技术发展 让过去大众难以触及的珍贵文物 可以有更近距离 更细致的呈现 故宫结合了国内的数位艺术 影像制作 互动等领域 打造互动装置 沉浸式剧场等展现 让艺术和科技交融 带来崭新的观展体验 记得桃圆郡谢正琳 台北报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那今天的环境是吹偏南风 各地大多是晴昂稳定 那云量也都是比较偏少 感受是高温闷热 那明天天气形态跟今天还是非常的类似 环境转能偏西南风 那还是要留意高温的部分 东半部预估来到30度左右 而整个西半部是30到34度 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一些 特别是中南部的近山区 甚至是有36度出现的机会哦 而因为环境吹西南风在东南侧 这边也可能会有一些焚风出现 所以明天外出务必要注意高温并做好防晒 那天气方面因为水气都是明显的偏少 所以大多都是以晴到多云 比较稳定的天气为主 那降水方面的话 因为西南风的影响 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 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 而在各山区 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的正雨出现 不过整体的雨势呢 都是比较范围小 也比较短暂 那最后提醒大家 明天是环境垂平西南风 各地南是晴到多云温暖稳定 他特别留意是极端高温的出现 而在降雨的话都比较零星一些 清晨中南部及午后的各山区 都会有一些零星的正雨出现 而这种天气环境下呢 要留意金马地区容易会有地云或雾 影响能见度 那能见度影响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 交通往返要特别留意航班资讯哦 以上资料由中阳气象署提供 明天各地还有金门澎湖 大部分是多云稻情 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而午后西半部 还有东北部的山区 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而清晨到上午 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讯 北部是22度到34度 中部是24度到34度 南部是24度到34度 外岛是21度到30度 没关系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中南部地区全部都是普通等级 一来马祖和金门普通等级 花东和澎湖是良好等级 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